在Tupic機身上很明顯的可以看到這個標誌 它代表了Tupic其實是可以處理32旋的input的能力 簡單的利用DisNake的端口就可以輕鬆的來延伸擴充 使用網路線以及Stagibus AV168 輕鬆的就可以用來擴充延伸輸入輸出的音訊 最遠可以達到120米的距離 現在讓我們來試試看使用Stagibus輸入兩個訊號和輸出兩個訊號 在觸控螢幕裡面 Setup IOPage DisNake Input 我們就可以任意的來跳接配接 從Stagibus輸出與輸入的訊號 我們可以將兩個sauce切換從DisNake端口來源 這樣一來回應機的20 21就是從Stagibus輸入的訊號 然後在輸出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指派Stagibus的插口 那是LR的輸出 剛剛配接來的22一拳 Cupic除了利用Stagibus延伸擴展成為32個input以外 利用第二個AV168 Stagibus 還可以繼續延伸另外三個Stagibus 總共是38個input 以及8個input 在這Expander的端口 也可以自由地來配取跳線輸出 A-LensQU系列全系列的混音機 在DisNake端口 除了Stagibus以外 也可以繼續延伸 連接上 A-Lens的N1個人混音機 一樣 DisNake的網路線 繼續連接進來以後 N1個人混音機 將會收到同步 由混音機過來的音軌 及名稱 N1個人混音 它是提供給舞台上的每個樂手可以自由地來監聽混音 這樣子一來 回音機 的操作者 就可以免去了 替舞台上的人員做監聽的回音的動作 在N1上面 全部的音軌名稱 也是可以從 微音機上面同步過來的 在N1上面全部的音軌名稱 也是可以從 微音機上面同步過來的